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众者们平安 感谢神一天的开始 我们可以一起来试想 使徒行传 知识何等的宝贵 何等的有福 一天的开始 让我们渴望神的话语 让我们喜悦神的道路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一到十八节 于是从特罗亚开船 一直行到撒摩特拉 第二天到了尼亚玻璃 从那里来到菲利比 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 也是罗马的住房城 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 当安息日 我们出城门 到了河边 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 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 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 名叫吕迪亚 是推雅推拉城的人 素来敬拜神 她听见了 主就开导她的心 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她和她一家祭领了喜 便求我们说 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 请到我家里来住 于是强留我们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 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 她被污鬼所赴 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 她跟随保罗和我们 喊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 保罗就心中厌烦 转身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弟兄姊妹 你的侍奉是以神为中心的吗 我们来读十三节 当安息日 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 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 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 弟兄姊妹这里说 在菲利比城没有会堂 只有城外的一个祷告的地方 由此可知当地的犹太人不多 可能不到使户人家 所以没有犹太会堂 从圣经当中 我们发现保罗传福音的习惯 每到一个地方 通常他都会先到会堂 去传讲信息 然而菲利比没有会堂 但保罗的宣教团队仍然积极寻找 犹太人聚集的地方 而且在安息日 保罗的团队知道有一群妇女 会在城外的河边聚会 就向他们传讲神的道 感谢主 虽然城外河边只是一个小小 小祷告的地方 聚会的人数也是寥寥无几 没有几个人 但保罗的团队仍然确信 这是马其顿的呼声 是神带领他们来到这里 所以短短几天 他们不但积极去寻找 世上的灵魂 现在找到了一个 祷告的地方 一群的妇女 就认真的传讲神的道 结果十四节说 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 名叫吕迪亚 是推亚推拉城的人 树来敬拜神 他听见了 主就开导他的心 叫他留心 听保罗所讲的话 这里说整个聚会 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妇人 留心聆听保罗讲道 而且是一个归一犹太教的 怪帮妇女吕迪亚 但保罗还是尽己所能的 传讲神的话 圣灵就触摸吕迪亚的心 让他领受神的话 进而接受的主 弟兄姊妹 就算只有一个人 你会为一个人 认真准备见证吗 认真准备讲道 认真准备聚会吗 还是算了吧 既然大家都不想听 不想要聚会 就随便准备一下吧 何必为了一个人 大费周章呢 求生怜悯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吕迪亚 也是一个常常祷告神的人 我相信 他一定常常在这祷告的地方 向神敬拜 向神祷告 以至于他的心是柔软的 而当他随时向神 敞开心的时候 神就可以在他的生命中来掌权 在他的生命中来做工 感谢主 事物节告诉我们说 吕迪亚和他的全家都受了喜 还再三央求保罗的宣教团队 到他家里去做 神的工作远远超过所求所想的 吕迪亚不仅信了主 更成为神的器皿 带来家庭 带来教会宣教的祝福 我们看见吕迪亚的家 也成了菲利比教会 第一个福音据点 现在神的教会在欧洲立足了 弟兄姊妹 当你从大会堂到河边的小地方 或者是从人数天天加征的盛况 到只有一个妇人认真听到 只有一个家庭受洗归主 你还能够确信那是神的呼召 那是神的带领吗 也许你会因此怀疑 自己是不是有搞错了 但是神的宣教团队 仍然确信那是神的带领 离迪亚一家信主的生命故事 可以证明保罗一行人 所领受的马其顿异象 来到欧洲的菲利比没有错的 因为他们是以神为中心的服事 凡是以神为中心的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服事也像保罗一样 凡是以神为中心的服事 兄姊妹你的师奉有神的同在吗 我们来读十六节十七节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 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 他被误鬼所付 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 他跟随保罗和我们 喊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感谢神 得着了律迪亚这个家庭之后 保罗一行人 仍然继续的往城外祷告的地方 去传福音 但接下来这一次 就碰到二者的拦阻和攻击了 十六节这里说 有一个使女向着保罗一行人迎面而来 她是被误鬼附身的 还会用法术 能够借着教鬼通灵占卜算命 叫她的主人们大得财力 实在很有意思 弟兄姊妹 连祷告的地方 邪灵也敢来作怪 弟兄姊妹 教堂里面有没有邪灵干扰呢 你的家里祷告的地方 有没有邪灵干扰呢 在教会里 在小组里 有没有人带着邪灵来聚会呢 在教会里 有没有弟兄姊妹还继续在 教鬼通灵占卜算命呢 弟兄姊妹 面对这些事 你知道怎么样处理吗 更有意思的是 这被诡妇的使女 好像还蛮喜欢保罗一行人的哦 圣经说 她一直跟随保罗一行人 还到处为他们宣传 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既然是抵挡神的邪灵 怎么会替保罗和神做见证呢 甚至还劝人听保罗讲道 是不是一开始 保罗觉得这个使女讲得对 还没有看出这使女身上有邪灵呢 弟兄姊妹 保罗说过 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 撒旦的差异也会装作人意的差异 也许第一天保罗还没有看出 使女身上有邪灵 但邪灵混淆视听的诡计 还有那些似是而非的谎言 终必显露出来 接着十八节说 被污鬼附身的使女 一连多日这样喊叫 保罗就心中厌烦 转身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鬼历时就出来了 过了几天保罗就看出 使女身上有污鬼 保罗已经被邪灵搅扰的心中厌烦 所以他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把死女身上的污鬼赶出来了 感谢主 使你也不再喊叫了 他完全脱离了污鬼的挟制 兄姊妹你知道怎么赶鬼吗 你知道怎么打破魔鬼的黑暗权势吗 保罗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把污鬼赶出去了 同样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都有主耶稣的权柄 我们都可以奉主耶稣的名 把鬼赶出去 兄姊妹 今天的经文是以两个妇女为中心的 一个是敬前的妇女 驴底亚 一个是被污鬼所赴的死女 这两个例子都显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神 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 兄姊妹 保罗的侍奉也是充满神同在的侍奉 他开驴底亚的心 让他留心听信主得救 这是圣灵的果子 同样的保罗赶出污鬼 最后带领敬主一家信主 也是圣灵大能的作为 为要证明神的同在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赐给我一个祷告的地方 帮助我也认真祷告 不足的渴慕你 寻求你 跟求主帮助我 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操练尽钱 让我也懂得拿起耶稣的权柄 大有信心的 奉主耶稣的名来赶鬼 释放那些被魔鬼捆绑的人 谢谢主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